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2018 妈咪 我好想你哦 解神 妈咪 我好想你哦 鐵湯公主啊 那个牛毛纺白骨针 有疼个机会给你价人吗 应啊 当然是 不对 参与点还不忘了 財政上有存檢定器 若是被老爸了解我的狀況 要換一個方式來講這麼一件的 你如果說我一把我的天氣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玩文字接龍 對嗎 沒有啦 老爸 我剛才想跟你說 他們當然是不可能幫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 但是鐵山公主啊 等一下 我懷疑在這裡的 常常是火焰山的地方 真的很可憐 有時候呢 我也想要出去外面 討厭的 一般爸聽他出我的藝術 媽咪 這個娃娃送給你的 平鑫這麼貼心啊 要送媽咪娃娃喔 因為這個娃娃可以代替我保護媽咪 謝謝平鑫的貼心 這條娃娃 這條娃娃 更恭喜 劉佳雯叫平鑫拿來 可是我只知道 我身上都對我和他 他每次都送我很多獎品 我好喜歡他 媽咪以後 不准你再收他任何東西 聽到沒有 為什麼 你想要什麼禮物 媽媽都會買給你 但是文字老師送你的任何東西 我都會把它丟掉 媽咪不行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那隻狗狗 那隻狗狗長這麼長 你為什麼不會喜歡牠 而且別人的娃娃都是抱著睡覺的 為什麼文字老師會叫你把它放在客廳 因為狗狗怕黑 平鑫 你幫媽咪把這個娃娃 套到那個桌子上好不好 你坐那裡嗎 嗯 對 來 嗯 這樣嗎 對 這樣子媽咪起來就可以看到平鑫了 就像是平鑫陪在媽咪身邊 媽咪你是不是最近跟爸爸吵架 沒有啊 媽咪沒有跟爸爸吵架 媽咪你的眼睛怎麼好好 是不是爸爸欺負你 爸爸是壞人 平鑫 爸咪不是壞人 是啊 當然有很多的事情小朋友不懂 不管爸咪做了什麼事情 她有多生氣 她最愛的還是平鑫 而且不會讓平鑫受到傷害 是給自己誰 只會對她的也要 真的不一樣 她沒有想要 不用想要 不會讓她參與 平鑫 總得不可能 能不能看 平鑫 又不能看 平鑫 爸比 爸比 拜託你不要欺負媽咪 當然 爸比還特別泡牛奶給媽咪喝 爸比你要趕快回去陪我玩 不然我好可憐 好 爸比要好好照顧媽咪 讓媽咪趕快好起來 回去陪妳玩好不好 好 牛奶王 我看妳說的很誠懇 不然我看得出來妳的心癖 我告訴妳 人在做天地看 妳千萬不做壞事 不然妳一定會受到報應 爸 妳說的我都知道了 妳放心 我用心照顧雅君 對 剛才有說妳不要去便宜拿藥 時間差不多了 我送妳出去了 平萱來 不要 妳送妳跟阿公出去 那妳快要趕快趕快走 不要 我怕她趕快到妳的時間 平萱 跟媽咪說拜拜 媽咪再見 平萱再見 爸 妳要帶帶來看我 好 媽咪 我跟阿公會打電話給妳 妳要叫爸比打快接喔 好 媽咪會叫爸比趕快接 平萱 好 跟媽咪說拜拜 嗯 媽咪再見 平萱拜拜 好 拜拜 鐵灘風煮 拜拜 走 平萱我們趕快回去玩 走 好 晚餐 快 我不是很想想要 看現在我們一整天 都在明城上沒辦法充當 日子 現在也很辛苦 了 啊 老闆 阿俊,你今天都要命中要你顧 来,我带你去卡通了 看起来蔡正祥对谢亚俊开始心情叫狗 阿俊,公园也好想好想 但是真的是我太想想 现在出来卡通了 那个娃娃真是似的就会没对了 刘嘉雯,你不要叫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才不可能去哪里说 但是这样也好 只要我继续会下去 他也不会去怀疑了 阿俊,我太没了 阿俊,我做出厉害你没办法完了的事情 要叫他来说你应该尽管我才对 是因为杜嘉雯在你的面前 你还替我说好话 我老面子 你真情不是真爱在大家的面前说我会不会听话 是因为你现在态度改变成这样 是因为杜嘉雯在我身边的面前 我开始是问问你没问题 但是我背影的好平准 在这种问问的环境大 以前我想过爱你了 所以我没有想到什么 我就说了什么 不管我怎么批评你 平准那些事 我都不想到 我对你的爱 他有事我怎么知道 他的爸爸妈妈继续不分开 但是现在总共完全不讲了 有些不讲 但是那时平准的爸爸妈妈 这是因为我都没法改变的事 陈正祥 现在跟他以前不讲的事 我现在不讲的事 我现在哭不讲了 什么? 是因为你太子